西语问答 太极拳是怎么强身健体的呢? 提问 请问西语老师 我练习阳式太极拳有好几年了 一直有个疑问 太极拳这慢悠悠的 是怎么强身健体的 是怎么治病的呢? 我的一个师兄四十多岁 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得了脑梗 后遗症是一条腿不能很好地动 走路都是拖着走 上楼梯要倒着上 练习一年多阳式太极拳后 居然恢复得和常人无异 能不能说说阳式太极拳的秘密? 谢谢 西语答 太极不是靠机械的重复运动 来强壮肌肉与肌腱的物理力量的 而是在行云流水的圆弧中 引动气机的流淌 让心意与肢体流转起来 通畅闭塞住的经脉与消除 因此凝结的气血 从雾的角度上 理解它比较费劲 有机会时 在阳光下 背对着阳光 站在单一色调的地面上 看自己的影子 然后慢慢地打太极的动作 可以在影子四周 看到一般人肉眼不可见的 气疼 气旋 气势 因为气扭曲了周围的场 让光影如烟 提问 那这个气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练太极拳才有气 其他武术有吗 练广长五怎么没有 西语答 太极在动的同时是跟着心法的 意念随举手投足而流转 武术分内加功夫和外加功夫 内加功夫主要练的是气 外加功夫练的是筋骨皮 而舞蹈中的广长舞的动作中 没有心法引导气机跟随 再次继续